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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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这个时代 尤其我上个星期六的时候 我讲有关科技 Technology Digital technology的东西 这个数字科技的东西 网络 手机 Social media Facebook 这些东西 情报进来的 这些叫Social media Digital technology的东西 数字科技 尤其这个时代 你们最好慢一点 我们主耶稣给我们的教导是被动一点 不要这么快 就是采纳 采用 然后跟风不好 我们主耶稣每次讲到末世信息的时候 你们不要被迷惑 你们不要惊慌 你们看到每个人都这样的时候 你们谨慎 不要跟大众人一样反应 各位有没有发现 我们主耶稣给人末世的信息都是这样的 所以当你看到大众人都做的 都信的 你最好再问一下 真的是这样吗 慢下来 我劝我们弟兄姐妹 尤其我们年轻弟兄姐妹 有些这些App的东西 不要这么快用 这些东西 最近连我们总理也讲 对不对 这个脸忽然间你放上去 变成你十年二十年后的那个样子 这些东西不要这样快用 这些你什么东西放进去 全部 你不知不觉你的情报 全部你的样子 全部放进去 对不对 这些东西慢一点 Social media的东西 社会媒体的东西 也是 我是2015年才有Instagram的 你们知道吗 我是因为福音的缘故 我在美国 我看年轻人有 我为了要跟他们connect 我才放的 我才注册的 之前我一直看很多人有 我说等一下 等一下总是好 这个社交媒体的东西 是因为它有魔力在里面 有魔力 你给孩子 你一下子给他10GB 一个月里面10GB 15GB 你看他做什么 每天就看这个 没有看你的脸 他去到外面吃饭 也是用这个的 我跟你们讲 所以有一些给你很方便的东西 你等 一点点 连Steve Jobs Bill Gates这些人 他们是都不让自己的孩子 用这些iPad的 你们知道吗 Steve Jobs就讲过 这些孩子 就是他很限制的 很限制孩子 因为你什么东西 什么情报都是 也从那个地方拿 那个东西给你的 就会卓右你的思想 所以我是喜欢 在这个科技时代 我是尽量慢一点 慢一点采纳 慢一点用 那些App这些东西 然后很重要是这样 当然不是Obsolite 你们了解吗 不是被淘汰 但是你有用的时候才用 有需要的时候才用 你多懂得要把手机放下 多要懂得拿出这样大的圣经来读 多要能够祷告 多要跟能够家人在一起 坐下来讲话 跟人 对不对 然后还有什么 你多要能默想 过于什么都问Google 你们了解吗 你们看这个信息 我在讲一个小时多了 你们感觉 牧师有没有默想 一定有的 真理也默想 你的情况也默想 对不对 很多的东西想过 偷告过的 不是什么东西都是Google跟我讲 Google跟我讲 还是什么 你们了解吗 因为你不想了 他跟你讲的 他帮你想 所以他告诉你什么 你会做的 你们记得 这些都是相当重要的 神的话的 多默想 这个科技真的是很可怕的东西 尤其这个数字时代 我们每个人都是有心灵被控制的 很多东西 但是我只有这样跟各位说 你们谨慎 适当的用 我是跟我的妻子去吃午餐的时候 这个手机是放掉 放在家 他一个人带就好 然后去吃 然后孩子找我们 因为他有手机 要用一个人有手机 这是故意这样做 你一依赖一样东西 依赖惯了 你就是一直会这样做的 然后你依赖惯的时候 你会发现 你整个的生活处事 你一有问题 你下一个动作 你一没有东西做 你就拿手机 这个是自动会来 对不对 对你的心灵生活都不好的 愿主帮助我们 当我们讲到 求主让我听到正确的情报 这么简单 祷告一句就好 对不对 那其实不是 你祷告一句下来的所有的东西 你的心灵的保守 你的生活处事优先程序的保守 非常重要